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Carmen 即是到了生活站的時間 首先好多謝大家上星期六 來了我們MIHK的開放日 首先那天又冷又下雨 但大家都非常之熱情 上來我們基地帶了好多新聞回家 还有位族友特意在加拿大回来支持我们 令我们感动 在这里再一次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手朗又笋又底的产品 芝士蛋糕大家就吃得多了 但是美国白宫御用招待贵宾的纽约芝士蛋糕 大家有试过吗? 你没听错 MIHK网店现在只要用平民价 才能买到白宫御用的国际级芝士蛋糕 两件都只是68元 在开放日当日不少朋友特意上来 抢购这款滋味浓郁的蛋糕 还买到断了屎 想试就要快点上store.mihk.tv抢购啦 平时有空在公司 我都喜欢冲一杯中国茶喝下 最近我们MIHK网店翻了一只甘普茶 大家听过吗? 新惠出产的甘普茶 融合了新惠甘清纯的果香味 和云南普里茶 顺口的甘香之味 甘皮和茶叶互相吸收精华 形成了风味独特 口感一绝的甘普茶 它的保健作用兼具了新惠陈皮 和普里茶的功效 即是健脾养胃 去湿化痰 消息化制 化痰止咳 降脂减肥 以及抗动物硬化 抗衰老等等作用 原来一杯茶有这么多功效 让我做完生活集 快买一盒 香港人新款找来自在吃 下班回家 当然想吃一碗美味的白米饭 那就一定要试试诚 成兴隆Turbo哥的黯然烧昏饭 它用了三种不同种类的香米 混合而成 煲出来的饭比较起身 吃起烟硬、软熟 一般超级市场的米 绝对不能够比味 最適合用来秋冬煮煮仔饭 连大厨对问他拿米 快点上来MIHK网店买5斤桩 混米试试成兴隆的手势 最近Yen跌了很多 大家有没有打算马上去日本呢? 上集《穷游日本》就介绍了 到底什么交通方法 最快出到市区了 日式放题听得多 不说不知原来乘搭车都有放题 想知多点就重温上星期的《穷游日本》啦 不知是否连美大时大节多 不知我们打工洗手 连不法分子都等钱洗 最近新闻报道多了很多商户被狂徒爆洩 上集《自尊宝》就跟大家讲解了很多类似的个案 什么时候都说 只要做出准备 就不怕吃虧的啦 要了解多些相关保险资讯 就要记得重温上集的《自尊宝》啦 而上星期的《自因塔罗解》 就继续有资深的营养师 April Wong上来和大家分享 越吃越瘦的方法 原来只要吃得对 吃得有型 分分钟受得快过自食 各位想keep fit的朋友 一定要重温上集的精彩内容啦 今集时间差不多 下星期再见大家啦 拜拜